饮食除了是人类生存的本能 也存在着我们对地方和人类的记忆 凤甲美术馆近年来推出一系列北投在地研究计划 希望以艺术为媒介 从各种不同的面向观察北投 也提出认识北投的不同切入点 2019年推出的《易游未尽北投在地风味采集计划》 延续近年发展的精神 加入不同感官的实验 希望从气味、味道和饮食切入 带着观众一起想象 要保留在地特质还有些什么方法 以北投在地的农产品为素材 发想出一系列充满在地特色的食物 并以北投在地形象发想 进行茶会的呈现 当艺术创作和在地特色碰撞时 能带来什么样新的呈现和思考 从此出发 我们又能采取什么态度 去理解并回应我们身处的环境 展览从农作种植的经验开始 实际记录的食农教育最前线 并包含来自市场的消费经验 以创作进行转化 再从料理的技术和记忆发挥 唤醒每个人记忆深处 对味道的渴望 最后从鲜明智慧的杂草采集 和自然环境的保护总结 希望透过展览的种种提问 与观众一起贴近 文理丰富 有色香味俱全的北投 十方新闻记者 蓝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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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